字幕提供 怎麼刷骨頭 那這骨頭呢在我們的晴空麥天 秋日也有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較簡單 在這個舊城區這裡 右上角的地方 你直接騎車過去 那因為這新骨啊 很多人也是在這邊刷的 那後面可以開採集券的時候 可以用換的 我採集券是留著換比較高等級的東西 我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人站在這邊 還有背包 那基本上呢 這邊的怪很弱 通常都是 直接把他引過去 來來來跟我來 來這邊這邊跟我來這邊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我們直接上去 把他們通通引出來喔 出來引出來 好我們接下來丟這個賭 瞬間秒殺 完全不要耗耐久 除非是我的衣服會扣 那個沒差那個睡一下就好 就這樣 抓 骨頭呢 可以做很多東西 所以 不管是在哪個伺服器喔 會比較缺的就是 小樹枝 骨頭 爪子 這些東西呢 不管是做 身裝的材料 或是做武器都會用到 那因為現在 大部分都是進階武器 會建議大家去做 進階武器的一些素材 再來呢 介紹的是進階型的武器喔 所謂進階型武器呢 是 像類似這種 典藏寶箱你要花錢去抽 會 有機會可以獲得這些 這些 呃 女戰版的 雪地版的 或是 這種的 都是要課金才辦法抽的 呃 一般的玩家 就是我說 新手 然後是學生檔 可能沒有錢去抽 那你可以買 缺點就是 你沒有辦法鑽研 那鑽研的 傷害差很多 所以 呃 所以我建議就是 新手剛入坑的時候 你可以去 做一些進階武器 專用的一些素材 保衛者主機槍的配方 跟 散彈槍 雷托散彈槍的配方 所以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這個武器出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 雷托散彈槍的配方他有什麼 呃 他有 六角丁 鐵柱劍 護 骨頭 高分子塗層 所以 剛開始的新手 剛入 剛加入這個遊戲 你可能不懂哪些東西要賣的時候 你可以先做這些東西 因為 很多大佬他要賣槍的時候 他沒有素材 就會去買 呃 六角丁 他可能會去買鐵柱劍 鋪 這些東西 是 可以讓你短時間可以賺到錢的 那如果你不想要做這些半成品 去做 比方做六角丁好了 看一下六角丁他是 這些東西 升鐵 螢幕 盆脈 骨頭 你看剛才提到骨頭 他也缺 對不對 然後升鐵 他也用得到 對不對 因為他 這個升鐵會比較實用 因為他不管用在 槍類的 或者是一些 一些東西可能都會用到 那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好位置好了 你看 他也是六角丁 他也是鐵柱劍 不 對不對 這些東西呢 都不會缺的 除非他之後再出了一些新的武器 那 有可能就會 洗牌了這樣子 那 那高分子塗層呢 我會建議你把它賣掉 因為 新手 不需要這些東西 因為你不需要做裝備 因為 應該說我玩這麼久 玩了後面 我的裝備都是買別人洗好的 為什麼 我不用 自己做啊 我不用洗啊 幹嘛花時間洗 不用 你就是去買別人做好的東西就好 OK 所以 基本上新手 剛進來的時候 官方會給你 一個 一個什麼禮包 裡面好像 好像會有 什麼一女合金 然後一些 一些 一些配件就對了 然後 一女合金 你可以留著 身裝用 那一些 用不到的都把它賣了 包括什麼 薄膜 高分子塗層 當然如果你是課長之類的 就 不用看我這部影片 因為你自己就會做了 那這部影片呢 是針對給一些新手 然後他不懂賺錢的人 來看的 OK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 我記得我另外一個賬號 這個 有沒有看到 守望者護盾 他會用到 玉女合金 但是目前 抽到這個守望者護盾很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那個 剛才提到的那些 半成品 所以塑料也會用到 塑料 然後 你看 面料 高分子塗層 這樣子 所以之後呢 所以這些會 目前是比較好 賺到錢的 另外呢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 賺錢的PayPal 那這個PayPal呢 只有 一些 懂完的人才知道這個東西 就萌新呢 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 偷偷的把它 就是架上的把它掃光了 那 為什麼公開呢 是因為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 問我怎麼賺錢呢 所以 我把它公開給 給需要的人啦 如果你需要的話 就去做吧 因為 還蠻好賺的 就是我們今天找這個 不管是在營地啊 或是在哪裡 武器店 然後護甲店都有 可以找 這個 朱立王呢 去 跟他買一些東西 像 這個東西 一級的隨機 四季 對 給他買下來 好 我少 這個榮譽不夠 榮譽剛才換掉了 OK 然後我們去 布甲店看一下 布甲店也有 那這個 這種的呢 是需要採集券來換的 如果你 用不到採集券的話 你可以換 那這個 我現在點兩個 然後 這個要2000 這個很貴 這個要3600 加上6個太陽 還蠻貴的 那這個 這個算是很稀少 所以 加減用 那 除了 營地可以換之外 就是 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你要開動盪 那有些營地不能開動盪 所以 你可以去一些 一些小 比較 被開動盪的營地去開 那他會在哪裡 冰庫 冰庫積分可以換 一級的 一級的 二級的四季也有 OK 那換完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比方說 打開之後 他會有 紅 綠 藍 三種不同的四季 那 比較常會有人買的是紅色這個 攻擊四季 因為他加什麼 跳躍 下蹲壓制 高度 暴擊率 還有背部傷害增加 那他的這個 會比較難抽到 如果看到很多交易層幾乎都 很多新手都賣這個 我猜是小帳或是不懂人馬 OK 不管 我先把它打開 OK 可以看到我現在有一個紅的 這薄膜是什麼 只有兩個 沒有藍金石 沒關係 可以大家看一下 一級二級的你留起來 然後 我這個 我這個 這個帳號的那個奈米素才不夠 那 他需要升級 需要奈米素才3 這個奈米素才3 必須要燒掉半成品 你才有這個奈米素才去做 二級跟三級 做到三級的時候 上架去賣 好 再來呢 剛才有提到就是 營地的 就是 冤金庫的時候 他會有2000的榮譽 軍多會有1000多的榮譽 那這個榮譽呢 可以在 家具 很厲害 換這個 花鋼岩 玻璃 黃金 石金砂 鐵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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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很好賣 但是這些東西都需要扣這個榮譽喔 所以在做之前呢 可以先看一下市場價是多少 再去評估 OK 如果你是常常來買東西 可以領下優惠 它會有一些減免的額度 像我們剛才看到的東西 小樹枝 一組400塊 礦 然後錫礦 錫礦 如果是那個下鎮要開打的時候 錫礦是很好 非常好賣 因為大家都要修那個建築 所以錫礦會很缺貨 然後看一下半成品 剛才提到的升鐵 有沒有 一組是2300 六腳丁 喔 8000 貴了 OK 總之呢 半成品就是做進階武器會用到東西 可以看一下鐵柱鍵 兩件四 一組 一組3300 其他的就看你的需求啦 那我個人都是朝這個進階武器來走 因為很多克老在邊抽邊賣這些東西是很好賣的 然後再來是特殊材料 剛才提到的就是 比方說 黃太陶瓷 打每個禮拜四禮拜天打銀網會掉的 這個東西 還有布木 現在算是還OK啦 還OK 3900 4200還OK 那 這些東西就不用賣了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太多人有了 你把它燒掉吧 燒掉就可以 這也是 這也不需要 這個也很好燒 燒奈米 麻繩 所以不用 但是他的 錢沒有多少 2000塊 不放 花崗岩 然後 鋼筋 十音沙 現在你看到十音沙 只有三組 代表什麼 代表有機會可以上架 OK 好那再來是劉文言 你看 那金額了沒有 一萬塊 20個 一組一組等一萬塊 然後一個500塊 還算是不錯的 因為我們促興那邊是一個是250 所以他等於是 壓死他去了 然後你看到 高強鋼 這也很貴喔 OK 那就是 取決於營地的 時代大小來 來去買這些東西 然後看 看交易層哪些東西可以賺錢 哪些東西呢 是沒有價值的 OK 那大概是這樣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個進階材料 剛剛提到的 紅色的 然後 買起來喔 這個東西很缺 這個沒有 沒有 這個沒有 沒有 下一個 沒有 繼續 可以看到 有人買了 買起來 不要客氣 這種東西就是 給他買起來就對了 那 這兩個呢 因為 黃色跟紅色這些 範圍呢 是比較 普通的 所以 可以看到 東西很多 反正呢 就 按照我的 方式來買就好 OK 那 配方呢 是看你之後如果 要 進階層試騎的時候 再來買 我基本上 會去抽的人 他不會來賣啊 因為他就是要那個配方啊 所以 通常會賣都是什麼 綠的跟 防護的比較多 看 這也沒有啊 這也沒有啊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